各位大家好,我是桑普 很清晰的就是在11月8日晚上 發生了一個突發的報道 為什麼有這個突發報道呢? 起碼是一個朋友,多於一個記者 打電話給我,問有沒有這樣的事 這件事都很突然,牽涉到蕭先生 我在這個節目裡很少講其他評論人 因為我覺得 這是每個評論人清楚羅伯各有所好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 不是我要在這個節目裡做的事 這件事為什麼會說呢? 是因為說蕭先生,被人打,被人餵屎吃 這件事是不得了 不是說發生多個問題 而是說不行,如果這件事是真的怎麼辦? 不是說我怕不怕的問題 我絕對不怕這些事情 但是說這些事情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台灣政府要怎麼面對呢? 這要牽涉到國家安全危機 這個是對於台灣,不是對我 而是對所有台灣人 是很大的警訊 那我開始的時候,警察聞 是不是真的有其事? 甚至一些我的朋友都問我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那我立刻要查證 那報道是怎麼寫的?我先說 之後我再說怎麼查證 這個東網的正WhatsApp 就說蕭若元台灣街頭被打 更被質食狗屎 這篇報道到現在超過7個小時 東網都還沒有撤除這份報道 假新聞都不撤除 有沒有搞錯? 它的標題就寫 野是生非蕭若元 那怎麼寫呢? 我將文字,我怕它刪除了 讀給大家聽 這份東網 11月8號 18點即6點22分 下午6點22分建立 晚上11點19分更新的這一份 正WhatsApp 標題叫蕭若元台灣街頭被打 更被質食狗屎 那這份這樣的東西 已經起碼推介的人 Facebook推介已經3,235個了 那這個文字是這樣寫的 它說現時身處台灣的網台負責人 蕭若元,野血光之災 據了解蕭若元日前在台灣街頭 被當地黑幫毆打 就是日前 又不說哪個時候 這些不是新聞 這些不是有時間嗎? 什麼叫日前? 在台灣街頭 你應該做一個記者的話 什麼叫日前?在台灣街頭 哪個地方,哪個時間 要確定的嘛 譬如說 習近平日前 在地球某個角落吃糞 那你日前是哪一天 在地球某個角落吃什麼糞 你要告訴大家 他就不說 蕭若元日前 在台灣街頭 被當地黑幫毆打 是什麼黑幫才行呢? 是吧? 怎麼偶打呢? 打到哪個地方? 傷到什麼地方呢? 打頭、打頸、打胸、打下體、打腳、打手呢? 沒有說 事後更被質食糕屎 怎麼質食糕屎呢? 如果一個記者 我不管你什麼報紙 I don't care 你的股東是誰 一些記者 如果你 沒有查證之後 沒有查證之後 登這些新聞 而這個報紙可以七個小時都不撤身 猛弱 這份不是報紙 這與黑社會有什麼分別? 我問你 你有沒有廉恥呢? 未知雙方因什麼事結怨 你又知道結怨 也不知蕭若元現時的傷勢怎麼樣 即肯定有傷勢 即不知他的傷勢怎麼樣 那你登什麼呢? 什麼叫正WhatsApp呢? 是狗說而已 蕭若元早年曾經搞網 和炒股 怎知一鋪清袋 近至上個月 他家族旗下的二環財務 還錯炒洗倉股 四日內損收近285萬港元 他又知道 由這樣的數字搞出來 好像他身邊的一條蟲一樣 話說這間公司早日公佈 10月6日 在公開市場出售198.1萬股 或者0.201%的華夏文化科技股份 每股的股貨價是1.2384港元 出售造成帳面虧損284.7萬港元 這關什麼事呢? 好像說到他虧損一樣 那你說四日內損收285萬港元 那證據在哪裡呢? 我不是蕭若元 我沒有辦法辯護 他在他自己網台錄一個節目 去為自己去抗辯 只會說他的情報 他說蕭若元不單止自己損收 他以前經常預測股票走勢 但是說了都不唸 於是有古壇明燈之稱 喂 各位 蕭先生之所以稱為燈神呢? 不是因為他預測股票 是預測正事 你有沒有跟貼大使的 跟貼我們的走勢的 即是他說的永遠不做 還是燈燈燈燈燈燈燈 永遠是燈錯的 燈神一樣 他的明燈不是因為股票貼錯嗎? 怎麼搞錯? 可能不少人 不跟他的預測去買股票 搞到損手爛腳 不排除因為這樣 而有人找他來洩份 即是說呢 跟他買股票 最終是跟錯了 於是乎怪這個人 哇!這樣不得了 那方俊輝那些 講貼馬仔貼錯了 我今天殺他 你有沒有搞錯 這樣也行 自己不需要負責 這麼簡單 還有這些事情 完全只會有老作 那不是這樣的事 話說話 蕭若元在台灣都惹起很多是非 話說在去年年底 台灣因為一名染疫的外籍機師 傳染當地一名女子 令當地事隔八個月再出現本地個案 引起社會憂慮疫情再次反彈 而蕭先生就被發現 在台灣高鐵商務車廂中拍攝時 沒有戴口罩 這件事是壞的 這件事他自己也認壞的 要將他的片子拔下來 OK 我覺得人壞了不要緊的 壞了這件事當然不要再犯了 認錯了 要接受到可能的懲罰了 他希望他沒有懲罰他 這個是香港人將心比心 我不希望大家在那裡玩他 但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 就是說 雖然蕭先生不是我的老友 但起碼有一件事就是 這件事他已經面對這個情況 也沒有逃避到 所以錯就每人都會有 你和我都會犯錯 但犯錯之後 那態度不重要 這件事他沒有掩飾 也都無從掩飾 他會面對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 credit 當然不是說代表 這件事就是 完全鼓勵大家 是違反抗疫規定 但是肯定對他的credit應該存在 到今天為止 台灣高鐵都是不准剝口罩的 高鐵我記得前幾天搭的時候 都是不准吃東西的 不准戴口罩的 也都要戴口罩的 所以要小心 但是台北車站裡面 就可以吃東西的 OK 那大家就知道 防疫規定不斷變 有時候很怪的 台灣的防疫規定 我真的覺得怪到 反而無論 在室內可以摸口罩 做三立 民事 新唐人 其他類型的節目 華史節目 全部可以摸口罩的 但是在室外 他要戴口罩 今天很舉重明顯 輕重失衡 我覺得有點奇怪 先不說這個 蕭先生也在社交平台上 上載的兩段影片分別跟 英國脫鉤和Apple電動車有關 他在英國脫鉤影片開始的時候 原本仍戴著口罩和觀眾打招呼 但幾秒之後 脫下口罩 在車廂高騰闊 近十分鐘 而另一段長達八分鐘的影片裡面 他身處於同一場景 也沒有戴口罩 換言之 他沒有戴口罩 歷時長達十八分鐘 我也說 他認錯 撤片 接受 可能會出現的法律制裁 那就由他 好嗎 就是我覺得 這些是小事 是吧 這些不牽涉到一些 誠信 或者一些嚴重的人權侵害 我覺得有些事情 就是人的心胸 就是放寬一點 他說台灣高烈規定 旅客進入車廂 雙車暫時必須全程戴口罩 當時是這樣 現在不需要 是入車廂 月台的時候要戴口罩 OK 當地的市民批評 燒這次的行為 以為規定 而在事件曝光之後 燒認錯和道歉 並刪除影片 是否追究什麼呢 你還找這些人踩多兩腳 做什麼呢 我真的很不明白 那麼 至於說蕭若元 當然啦 你問我 他做的事情是很受歡迎 我是沒有懷處妒忌的心 甚至沒有 可能遲些我都會和他一起 吃飯、喝茶、聊天 甚至沒有一些合作機會 我們沒有一種聲聲相識 或者一種同門相談的精神 我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只是說 他不是我的 close friends OK 他未來會怎樣 我不知道 此時此刻 不是 而同時我們都要知道 他的很多政見 未必跟我一致 即是他看東西的一些方式 預測的事實的方式 分析的框架和我們不同 但我不會在這個地方 叫大家不用看消沙 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OK 我希望大家也知道 他是一個評論人 他以他的評論來賺錢 是他自己的生意頭腦 他在香港開冰室 開餐廳 開餐廳 我知道我自己 都聽到很多的一些批評的聲音 就說他在餐廳是假王等等的事情 或者說他和他的兒子 甚至尤其他的兒子的債務問題 這個其實是全香港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我所說的是什麼呢 他是很勤力地做YouTube的 看消沙的人是可以說是一種歡樂來的 某程度上學到一些東西 看他的表現 表現是一種歡樂來的 他賣東西就由他賣 這是生意的模式 他沒錯的 每個人是按照他自己的需求 去做自己的YouTube和Patreon 同時我們在YouTube賺到錢 Patreon賺到錢 本身是一個商業成就 而這件事的何欠呢 我都沒問題 我只是覺得他是一個 以生意為道向的人 他都創立了香港會 他住在板橋 他都知道 找過次班名夫先生 找過我 可能明年我會和次班名夫先生 去做這個對談節目 因為今年他要閉關 次班名夫先生要寫一本書 他要寫一本什麼書 我先買個關子 我先買個前總統的書 所以說過生平 所以他除了出席部分很少的節目 譬如華氏 新同仁之外 基本推了所有節目 專注於產經新聞 台北支部的新聞稿 和他的出書 他可能下年就會和我一起做節目 但是 此班名夫先生和我一起做 當時是此班名夫先生和我說 說蕭先生不會說國語 不如找我一起上去 我說好 意話不說 我看到蕭先生有很多支持者 也看到蕭先生也相當勤力去做功課 這件事我覺得很敬佩 他有他的觀點 我這個不評論 但我會認為他是一個很成功的businessman 一個很成功的businessman 是應該成為一個香港的典範 不應該被貶低的 不要認為賺到錢的人 你還要挖苦他 這個不對的 我覺得應該要對蕭先生 去有一個合理的評價 就是說 他的預測 很多時候 或者未必 沒有很多時候 是未必會準確 而他的很多分析 可能會太過頭 有些人覺得太膚淺 那這些人大清菜和白有所好 我只是說 每一個人看蕭先生 都有不同的觀點 但是蕭先生 如果這件這樣的事 說蕭若元街頭 台灣街頭被打 更被質食狗事 這件事 是假新聞的話 首先我要問一個問題 是不是東方記者 真是這麼惡劣 這麼低B 去報一單假新聞出來呢 這單假新聞 上個網七個小時都未撤 很離譜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假新聞呢 話說就是說 有個朋友 有個記者 分別問過我這個問題之後 我立刻 就發個訊息給蕭太 那麼德式呢 兩夫婦呢 就是 剛剛吃完飯 過程中看到這單這樣的新聞 回到家了 很平安 多謝我關心他們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我們沒有同門相親的意思 在這個地方 大家要互相扶持 不要認為 他不和我熟 他出事 我就不關心 絕對不會有這樣的事 他沒有錯嘛 我一問 是不是真的 被人打 七吃九吃 我也覺得半信半疑 就是 說得這麼厲害 還有我看過 新聞根本上 沒有時間 沒有地點 沒有樣貌 什麼都沒有 那你 怎麼證明這件事呢 還有你最離譜 就是 據了解 你據什麼了解呢 據說 你不如寫小說 東網 我就說 你不如寫小說好過 這記者 這不是記者 是小說家 垃圾小說的人 你寫這些東西 你擺明 是將一單 無風起浪 將蕭山 往火上烤 那你是不是無心之失呢 我覺得不是 你七個小時 都沒有撤稿 擺明是有意 裝他 一直這樣裝他 我不知道蕭山得罪他 什麼 或者得罪共產黨 什麼 或者是否有些黑道的人 搞你 我不知道 但是這宗假新聞 就是假新聞 OK 假新聞 是不容寬恕的 這樣的假新聞 這麼絕對假新聞 較不容寬恕的 你目的是什麼呢 是想製造恐慌給蕭山 還是你想製造恐慌給我呢 還是想製造恐慌給全台灣 在這裡的台港人呢 還是想製造恐慌給全部的評論人呢 全世界任何地方呢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們會挺直腰肝 在這裡繼續做評論 我認為蕭山都會繼續做他要做的事 蕭山年紀大 比我大 數十年 我不說幾多 數十年 他都是80年代的時候 我還是小時候 他已經做編劇了 OK 所以他在這個圈子裡面打滾很久 所以他是我的前輩 他面對這樣的情況 無論是什麼原因都好 假新聞就是假新聞 是不對的 這件事我發覺到他們很平安 我也覺得很開心 他還說每天想找我見面 喝茶 所以我就說 共產黨 你是使得大家人 互相關懷 互相關心 這些下三藍的情況 我不論你是編輯也好 黑道也好 共產黨也好 怎樣去挑釁也好 我告訴大家 你不會使得大家 對蕭玉元中半親來的 你會使得大家 雖然 未必成為大家彼此一個交心的朋友 但起碼會互相關懷 一個人受到這樣的橫逆 我們都會互相了解 互相關懷 你看一下 近日 他也都接受到這些 就是 他自己拍了一段片 去澄清有關的一些事實 去排除了 就說他什麼 被人打 嘔打之後 屈食狗屎的行為 其實這件事 根本上就是線色聲的行為 而他在自由亞洲電台 在幾個小時前 轉發了蕭玉元的新聲明 蕭玉元的聲明就是 東網 在11月8日報道 正What's up? 蕭玉元台灣 街頭被打 更被側食狗屎 蕭玉元 11月8日 旁晚發聲明指 絕無此事 並譴責東網報道 虛假新聞 蕭先生就說 該報道 完全沒有著名消息來源 也沒有向他本人查詢求證 證明是全心造謠和抹黑 蕭玉元 將保留 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力 這個很正常 這件事謠言至於智者 希望大家不要亂傳 因為每一個新聞 都必定需要有具體的查證 做一個新聞記者 看到東網寫這些 沒有人事時地物的東西 不要再信以為真 這個十居其九都是假新聞 就算寫到 譬如東網寫到 人事時地物很清楚的東西 都要有 Clause的Fact Check 不可以輕易相信 所以 很多記者都很專業 專門問我 我也是專門去查證這件事 第一 我希望蕭先生 身體健康 不要太操勞 年紀大了 希望大家 好好關照自己身體 是的 第二件事就是 無論大家是怎樣都好 大家都是同一條雪 在台灣這個北沉的航空母艦上面 我們會一起走 OK 我們一起走 不代表我們政見一樣 不代表我們棄性品質一樣 不代表我們有什麼合作計劃 也代表大家會互相關懷對方的生命 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 這個是基本的原則 當然 蕭先生有多少身家 或者我有多少身家 不是互相關心的對象 不是互相關心的一個議題 是他的自由 他的這樣的身穩 說他被人打的這件事 我一定會和他求證 同時我認識很多在這裡的人物 我希望不說名 很多的評論人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希望大家都很好 如果這件事是牽涉到官商鄉黑的勢力 任何的股勢力 即是無論是黨的或是黑的勢力 希望用這個地方製造假新聞 你驚起大家的一種恐懼 希望做了一個寒蟬效應 各位 此道不通 因為這些恐懼是不會折損得到我們自己堅強的意志 去做這件事 我是信上帝 我不信共產黨 所以很簡單 這些魔鬼所做的一些挑釁 或者這些黑社會所做的挑釁 是不會動搖到我 每個人都以他自己的誠信和良心做事 我是用這樣的心情去處理問題 蕭先生自有他自己應對的方式 但我希望他身體健康 不會受這件事衝擊所影響 也希望台灣各位由香港來的評論人 能夠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多些 發揮多些他們自己的才華 他自己的貢獻 希望賺得多些錢 賺錢不是大家捐的 是怎樣呢 就好像對我那樣 收看商務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這些影片給其他人 跟著Subscribe 三個頻道 做Subscribers 那你的影片 很多時候就搬入你的YouTube裡面 同時看完廣告 那些廣告通常都會在之前 中間或者後面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後 希望你們看完廣告 因為看完廣告 對我的YouTube的revenue 是有正面的影響的 另外就是說 可以Subscribe我們的Patreon Patreon所收到的錢 基本上每個月都會捐助台灣香港協會 能夠使出這個台灣香港協會 有自己的生命 能夠去幫助到在台港人 和在台港生 而事實上 這個幫助是過去式 現在進行式 和未來式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繼續踴躍這樣 去支持桑普頻道 也希望大家 給我更多的意見 關於收音的問題 我會盡力解決 當然 成本比較陽春 那是不是添購更好的設備 或者改善我的錄音環境的話 我們之後可以再作定奪 但是希望大家 支持桑普頻道 也支持 所有 為香港的新聞 為香港的真新聞 發光發熱的人 無論如何都好 希望蕭先生 生活愉快 一切平安 合家 幸福